第一个话题,新公司法,石角真的来了,有比石角更可怕的事情也来了,石角这个事还没有那么吓人,还有一些更吓人的事情 首先,新公司法去年在征求意见稿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发现有石角这一条款在里面了 但是呢,当时大家有非常非常大的反响,很多人都录节目去说,很多的媒体,很多的自媒体都在批驳这一条 结果今年年初或去年底的时候,真正公布出来的条款,发现不仅是没有把这个条款取消掉,而且还变本加厉了 新的公司法什么时候执行,2024年,也就是今年的7月1号,正式实施,石角就已经要在里边了 现在的要求是什么,我注册公司并不要求马上石角,但是注册公司的这天开始,五年之内要石角 还是给了大家一个小小的缓冲期,现在也不用再去说我在7月1号之前注册 现在也规定了说你以前注册的公司,从7月1号以后,我们也要逐步要求你通通都石角掉 最后要统一,而且呢,不光是说我们要去注册资金石角,对吧 还要什么呢,在某些特定的行业,某些特定的情况,要加速石角 什么叫特定情况呢,你欠人钱,债主去申请说 我们现在想去跟他有一些诉讼,要求他石角,他也要求你提前石角 那你说我们算彻底的把石角这事儿落实了吗 这不是中国经济创新这件事就没有了呢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因为其实这么讲吧 我们注册一个公司,五年你该做起来就做起来了吧 做不起来也就算了,如果你到五年你已经做起来了 也挣到钱了,那就该石角,就把他石角掉就完了 他希望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这里也讲了特定行业 特殊情况,就是说如果我们做了公司 想去做一些国家限制的和控制的行业 早早就把他石角掉啊 或者是说欠人钱了啊,早早就把石角掉啊 那么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去石角呢 或者为什么国家做了十年的刃角制以后 说不,我不干了,你们一定要去石角 这到底是为什么 原因按官面上的说法是这样的 现在啊,执法很难 你比如说,法院判了,判完了以后啊 该去要钱,你要不回来 而且你要不回来,你说他真的破产了,真的没钱了 也就算了,但是呢 很多的人是把账目转移了啊 或者说我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 过着紫碎金迷的生活 但是我欠着账,我就是不给你 出现了非常非常多这样的情况 说算了,你们都是老老实实回来石角吧 讲的是,官面上是这样的一个原因 其实呢,我觉得还是更多的 在进行什么,公私合营啊 要让国企去对民营企业进行混改 让国企重新盘活 你们不要老说民营企业占了什么 百分之四十五十六十什么这样的事情 不要去讲这话 以后你们都是国企 都是必须有国企股东的 没有国企股东的 你们就谁都活不下去啊 其实现在在干这样的一个事情 原来呢,各种老板们呢 通过公私架构的搭建股权的设计 法人的选择 经常是选择一些 永远不会出村的老头老太太当法人 你就算被执行了 他不会坐高铁也无所谓 以前的那些债务风险都隔离掉了 但是现在不行了 通通都要给我还钱还回来 也干嘛呢 要保护债权人的利益啊 现在号称是石角的目的 就是干这件事 大家要知道最大的债权人是谁 最大的债权人其实是政府和银行 就跟我们现在买了房以后 你必须要还钱 房子塌了 你都得还钱 房子烂尾了 你都得还钱 他是把这个事情继续变本加厉的执行下去 也就是我们这一次所得到的石角制啊 大家要想说石角怎么个角法啊 怎么叫石角 首先说我们注册一公司啊 注册资金200万 那么我们按照股份啊 比如说我占10% 我就缴20万 我占20% 我就缴40万啊 他这个东西你要把钱缴进去 现在呢 说我们要去石角这个东西了 企业注册之期五年之内 我就把它缴掉 已经存续的公司啊 比如说我这公司已经存续了五六年了啊 十年了 那我还依然没有缴过 怎么办 就从会有一个实施细子 不是说7月1号开始 大家通常都是五年啊 不是这样的 这个实施细子还没下来 但是你肯定是要比7月1号以后 注册的公司时间要短 要尽快石角掉 石角的时候啊 几个方式缴进去 第一个是给钱啊 最简单的方式 20万给进去完事 那你说我不想给钱 还有没有别的方式可以去实现石角呢 还有方式 无形资产评估啊 比如说我把一商标搁进去了 或者说我把一个专利放进去了 这都是可以的 你比如说吧 咱们这个车 对吧 长城汽车 它里头有一个牌子叫魏牌 那谁姓魏呢 是他们的老板姓魏 那你说我把我的姓氏 作为商标注册 注入到这公司里来了 对吧 我就可以把这个商标 作为我这个去评估一下 我的商标值600万 然后你可以放进去 因为我以前在清华同方干过 清华同方里 是清华大学 这个清华俩字 当时我记得是 是被 大概是评估了几千万 还是几个亿啊 反正非常贵 清华这俩字是很值钱的 所以你说我这个叫 清华同方 对吧 那么清华俩字 你是可以作为 商标直接进行评估注册的 商标值这么多钱 我就可以使脚这个部分 还有别的呢 那既然无形资产可以 那有形资产肯定也可以啊 比如说我把我们家的地 放在这了 把我们家的车搁这了 把我们家的这个 什么一些房子放这了 它也可以评估 值这么多钱啊 我也算使脚进去了 当然注意什么呢 一旦拿这个玩意去使脚了 等到最后去说 我要清算你这公司的时候 这些东西就要清算给债权人了啊 这东西就不属于你了 商标这个东西也是这样 如果比如说清华同方 哪天破产了啊 那么清华这俩字 人家是可以说 你既然当时 对吧 你评估了几千万 放清华同方里头了 今天他破产了 我就可以把清华俩字拿回来 我用去 但是这个里头还会有一些 很复杂的要求说 你要去跟清华去商量这个事 对吧 或者清华说我愿意给你钱 你把这商标给我啊 要不然你别回头出去弄一个 什么清华厕所 什么这事都丢人了 对吧 这个事情还是要去 一定的这种条款和法律的限制 除了这三样啊 给钱有型资产之外呢 还有一个东西叫股权和债权 也可以 你比如说 我是另外一个公司的啊 我是公司占股 那我可以用公司的股权 来去使脚这部分 那我就不用再给钱了啊 我把我这公司的股份给你 那么这部分呢 就会有一些变化 因为有时候股权会上升 股价会上升会下降 所以这个呢 会有些问题啊 那债权是什么 相当于是什么 我借给别人的一笔钱啊 那么这是个欠条 我拿着欠条去入股了 也是可以的啊 作为使脚的方式 你不一定非要给钱 有很多更复杂的处理方式吧 除了使脚之外还怎么办 一个最简单的方式呢 就是注销啊 这公司我不要了 我估计呢 大量的大家不愿意再去维系的公司 都会去做注销 其实在上一次 征求意见稿出来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讲过这个事情 大量人会去注销 今天年初非常多的工商登记代理商 已经忙的疯掉了 在帮企业做注销啊 但是大家要注意 注销是一个非常麻烦的过程 你开公司很容易 你想注销公司 那麻烦大了 为什么 因为要查账 你一旦说我要注销公司了 工商税务都要上以下来查账了 而且查账的过程 基本上你是很难说全身而退的 为什么 因为你注册公司的时候 人家说 你在我这儿注册一公司 对吧 你相当于是把各种的身家性命 就放在人手里了 那人家就会闭一只眼 你有点什么事 我们能放你一码就放你一码 反正你还得在我这儿交税 对吧 还得在我这儿上贡 你一旦注销公司 那就是一锤子买卖 你就跑了 那我一定要狠狠的 把你最后一把收拾干净 所以注销是非常麻烦的 还有点什么 注销的时候是要公事的 我现在要注销公司了 我要先发公告 那么公告干嘛是 我欠人钱了 对吧 那么谁是我的债主 一看到公告以后 赶快来找我要钱 因为我一旦注销了 他就没我 他会有这样的问题 那么第一个就是要去注销 第二个干嘛 就是减资 减资是干嘛呢 比如说我原来 三千万注资资金 我现在不想吃掉那么多了 我把它减掉 减到这个 比如说二十万注资资金 或者十万注资资金 几个股东呢 稍微凑不凑 把他钱一交 就完事了 或者说我稍微评估点 什么东西 固定资产 放进去也行 这个事儿 就可以去做减资 但是减资这个过程呢 大家要注意啊 因为刚才已经有人 在我们的群里说 他要去做减资了 这个事儿 不是那么容易啊 减资 第一个你遇到的问题是什么 叫有可能会缴税 你说减资的时候 为什么缴税 比如说吧 你账面上趴着 两千万啊 现在我现在把这个减资 减到什么呢 减到两百万啊 那这个时候是不行的 因为你这个两千万到两百万 中间这个一千八百万 这交百分之二十的水 因为你一旦减资了以后 你那个账面上的钱 你可以拿走 这个事儿 所以大家要注意 减资的时候 有可能要交税 所以在减资之前呢 可能还是要去做一些处理 就是减资交税的事儿 大家还是比较好处理吧 我把钱该怎么倒腾一下 然后再去减资 这个事儿还是可以干啊 但是第二个就很麻烦了啊 第二个麻烦是什么呢 叫连带责任承诺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我原来注册资本是三千万 我现在要想把它减资到两百万 但是我在外边跟人打着官司呢 你不能说你减资完了以后 说哎 我现在要清算你的公司了 说你看我两百万的公司 直接清算了 责任有限公司就完事了啊 这个事儿是不行的 所以呢 工商局会要求你去签一个文件 签文件是什么呢 以后再发生纠纷 我是愿意承担连带责任的 这个时候才会允许你减资 你不能说我一减这事儿 超出的那个部分的责任 我就扔了啊 这事儿是不行的 那么这个就会造成一个什么问题 你原来是责任有限公司啊 我把这个公司账面的钱啊 注册资金都赔给你就完事了 剩下我家里有多少钱 跟你没关系了 但是现在呢 你一旦签了责任连带的这个保证书啊 或者这个承诺书 你就变成无限连带责任公司了 啊 这个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把这个账面上的钱给人赔了 比如说我把3000万的公司减资到200万 我签人钱啊 比如签人家5000万啊 或者签人多少钱 人家把我账面的200万清走了以后 说行了 你现在签的有连带责任承诺书 那你上你们家收房去啊 上你们家卖车去啊 他会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所以减资不是那么好做的 减资呢 还有一个比较讨厌的东西是什么呢 减资也是要发公告的啊 你说我现在要减资了 有债权人啊 有人建立墙了啊 那他就说啊 他要减资 赶快啊 我们现在先去到法院申请冻结他的银行账户 要求移钱啊 或者说叫加急进行注册资金使脚 他会要干这件事情 注册资金没有使脚 按道理说五年使脚嘛 但是当你签人钱的时候 这个债主是可以要求你提前去使脚的 所以你一旦减资的时候就要发公告 你的债主就有可能看到这个东西 你就减资就有可能失败啊 所以减资不是那么好做的 这就是我们说这个 叫做注册资金使脚的事情啊 这一次的公司法律 还有一些啊 比这个更吓人的东西啊 更恐怖的东西要来了啊 这东西是什么呢 第一个叫横向穿透 和纵向穿透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意思啊 比如说吧 原来叫责任有限公司啊 刚才我们反复强调了 我公司司出的资金这么多 我只要使脚过了 我把它赔干净了 也就完事了啊 你这个公司该清算清算 跟我家里钱没关系了 但是一旦进行这种横向穿透 纵向穿透这个事儿 你这个责任有限公司这事儿呢 基本上就算开玩笑了 咱们先讲什么叫纵向穿透啊 比如说啊 我先做一公司啊 公司的百分之百持股下边的公司啊 等下边的公司一旦欠债了 那么他就可以要求你上面的家公司一起去还钱 他是有这样的要求 因为像我们现在经常是有那种集团公司 百分之百分拆一些公司出来 那么你一旦下面的小公司欠债了 他会要求你上面的母公司一起跟着还钱 对吧 这个是叫纵向穿透 那你说我是不是百分之百这个控股就没事了呢 也不是啊 如果我上面这个母公司不是百分之百控股 但是有些人啊 叫乱用股东支配地位 说这个你必须要把什么钱放在那儿啊 我只要证明这件事儿了 纵向穿透 你接着给我赔钱啊 才是这样的 所以啊 你一旦是说你下面的子公司 或者说有很多人说我做防火墙公司 我先注册个小公司 再去控股一家大公司 通通都别想着烂事啊 通通都是要去穿透的 你全都要跟着赔钱 而且是在中国跟美国还不一样 美国很多的这种股份公司 它向上穿透是有层数限制的三层 中国是无限穿透啊 就一直帮上手啊 所以就是你们家有钱 就通通都还出来就完事了 那什么叫横向穿透呢 比如说吧 这个人开了三家公司啊 他都是法人 都是老大 这三家公司呢 有一家陪项啊 剩下两家运营的还挺好 这个时候呢 你的这个债主就要想办法 这个叫做证明什么呢 你滥用了股东支配地位 对吧 你把一些啊 该是这个欠债公司 该挣的这个钱啊 挪到这个其他 你挣钱的那些公司去了 那么这个时候 就可以要求你 平行的这些公司 承担连责任 接着去赔钱 在国内其实最典型的案例是什么呢 最典型的案例是房地产公司 跟这个物业公司 大家知道很多的物业公司啊 有些是房地产公司的这个子公司 有些是独立的 有些是子公司 他们会尽量的让房地产公司赔钱 让物业公司挣钱 把所有的房地产公司的挣到的钱 或者说有一些利润 都放在物业公司里头去 现在就甭费劲了啊 甭管横向纵向 一块跟着赔钱就完事了啊 谁也别跑 所以呢这个要比前面咱们讲到 注册资金石脚这个事啊 要更加吓人一点点啊 人家是横向穿透 纵向穿透 有一些积极的作用是什么 可以给了查账权 进一步保护小股东 你是股东了吗 你可以去查这个账目 因为大家注意啊 前面这个横向穿透 纵向穿透这个事 是只针对股东的 你比如说你是5%的股东 10%的股东 对吧 你也有可能会被人告说 你是扮用股东支配地位 对吧 他也会要求你 再去赔钱上去啊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所以现在这些小股东说不行了啊 原来大股东 你们把账做了 我连看都不再看的 这事没戏 我要去查账啊 现在小股东 有权利去查账 而且是可以请会计师事务所 直接审查会计账目和会计凭证 审查会计账目还是比较简单的啊 因为账是做出来的嘛 但是你要审查会计凭证的话 你就要把原始凭证手找出来 这个事就很难作假的啊 或者作假成本非常非常高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 大股东你们也不要瞎搞啊 因为最后小股东是要跟着赔钱的 对吧 他们就有可能会要求什么 上去去查账去啊 他有给大家这种执行权查账权 后面啊 再去说我们想忽悠一些人 进来做小股东 想去做一些别的事情 就要稍微小心一点点了 你说还有没有 更加的严苛一些的东西呢 你说我们现在已经讲了啊 要注册资金石角了 还要加速石角啊 特定行业 特定情况 加速石角啊 而且还横向穿透 纵向穿透 小股东还能查账了啊 再往前 说我们再严厉一些 还有没有 有啊 大家要注意啊 我们现在的公司法 是在2024年的7月1号开始实行 2024年的3月1号 还有另外一个东西要实行啊 这个东西是什么 啊 这个东西呢 叫做刑法修正案12条啊 第12次修正的这个 所以他们管它叫刑法修正12 啊 这个东西在啊 3月1号要开始实行了 这个里头呢 有一些什么样的条款 跟公司法是相搭扣了呢 第一个叫同业竞争 比如说你开了一游戏公司 对吧 你说我在旁边再开一游戏公司 行不行啊 或者说我同时开几个房地产公司 我同时开一堆的物业公司 行不行啊 这个事是不行的 以前你开同业竞争的公司 在国企里头是不允许的 就是在刑法修正案12之前的版本里头 如果你是国企的董监高 高管或者相关的责任人 你不能干这个事 如果干了啊 判刑多长时间呢 三到七年啊 这个事是要去坐牢的 现在在刑法修正案12里头 规定民企老板 告死办理 如果啊 进行同业竞争了啊 判刑三至七年 另外一个是什么 利益输送啊 比如说我的小舅子是干嘛的啊 我的小姨子是干嘛的 我让他来在我这里头 承包一块业务上下又包起来 如果是这样的 原来在国企里头也是要坐牢的啊 但是在啊三月一号要执行的刑法修正案12里头 民企老板们你们也请去坐牢啊 现在变成这样的一个情况啊 三至七年 所以大家想一想 小股东去查账了 查完账以后说 哎这个人是怎么怎么回事 那个人是怎么怎么回事 对吧 你为什么把这个项目包给他了 对吧 这个是交易公允吗 如果不公允的话 那我就可以起诉你 对吧 你啊 叫利益输送了啊 或者说滥用股东支配地位了 或者说啊 同业竞争了 就会出现这样的事情 啊 各位老板们啊 对不起你们要去坐牢啊 不是说罚了钱 或者成为这个叫做啊 被执行人 我不可以坐高铁 不是这样就完事了的 三至七年啊 大家自己想一想 现在变成刑法了 这个是要比这个 前面什么注册资金死角啊 那么横向穿透 横向穿透啊 比那要吓人了吧 所以呢 大家要啊 还是要小心了 但你说不对啊 说这个国企里 他有这么严格的规定 怎么我们没感觉 国企有多么清廉呢 这个事呢 其实并不是说 我们现在要像要求国企 一样要求民企 而是什么呢 而是整个的这个刑法也好 整个的这个公司法也好 他是给行政监管部门 以及执法者 极大的自由裁决的这个度啊 他是来做这样的事情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的是什么 叫做普遍违法 选择执法 对吧 大家都违法啊 都是一个按什么样的方式去做的 但是我今儿就看见你了 别说我没看着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有限责任公司这件事情 整个这个体系 基本上你可以认为 他是坍塌了 如果欠人钱了 那么他就可以去 把你弄一个底掉 比如说你原来有一个 三千万注册资金的公司 你如果没失脚 那对不起啊 今天你欠人钱了 你必须从家里掏三千万 把这东西搅上啊 把这个债还上才可以行啊 或者是说什么 你要减资了 对吧 这个债主就找上门来了啊 对不起 先还钱啊 或者想办法来证明说 你是不是有戳套资金啊 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方式啊 如果你再有个小股东 说来查账吧 那么你这些股东之间 有没有做同业竞争的 有没有去做这个横向的这种公司啊 或者有没有纵向的公司去做 一起来赔钱吧 他就搞成这样啊 所以这个是给了这个行政机构 和执法者极大的自由度 那么他就可以来决定说 到哪一层啊 谁需要赔 谁不需要赔 你想国企要不要赔啊 你知道有一个词叫国有资产流失吗 对吧 你既然到国企这了啊 我们就可以不赔这个钱啊 那你民企啊 那你这个万恶的资本 赶快把钱都掏出来啊 你凭什么纸醉金 你凭什么啊 花钱 花千九地啊 赶快去赔钱去 所以往后呢 应该向哪个方向发展啊 各种的国企收割民企的一个状态 你现在想继续去作为一家大民企啊 就别想这事了啊 你就老老实实给自己找一跌 后面一国企给你罩着啊 有点什么事 要告 你我后面有老大啊 你自己去看着办 你看你磕得过他 磕不过他啊 所以你如果不走这条路 公司合影这条路啊 就基本上这公司就涨不大了 你说我就小而美 可以啊 我就是一个注册资金20万的公司 我就做了点小生意 这个没有毛病啊 他也不管你 对吧 但是你在这儿呢 就把自己限制死了 很多的 比如我申请各种资质 各种牌照啊 做这样的事情 通通都甭想了啊 人家就是说 你要申请这个资质吗 注册资金30万啊 而且可能还需要使脚 你才可以有这个资质 你才可以去做这个事情 如果没有这个 就别费劲了 那你说国企 他被里交嘛 第一国企后面有钱啊 他也可以借钱 也可以做各种事情 都可以搞定 第二个 人家大国企这么长时间了 我把这品牌哥里头 验个资啊 我再整几个专利 进来验个资 注册资金不就石脚雕了吗 他跟你一样 他跟你不一样 所以这个事呢 就不要去想啊 国企啊 去靠上去 你说以后我想做游戏啊 我想做什么文化传媒 所有需要证兆 需要这个什么的啊 你就老老实实实去 到国企上去挂靠就行了 或者以前可能有一些老的企业啊 你比如像华为这样的 号称他是民企 那你说他注册资金 那时候我肯定死脚了 没有任何问题 国企老老实照着办 但是华为哪天要倒的时候 他各种关联公司 你就查去吧 各种穿透 咱们啊 一水都清算掉 就完事了 当然人说你说爱国 国企不可以查华为 那另外一故事 咱不管他了 所以以后啊 所有没有保护伞的 大家就有点自觉 我在街边卖个烤红薯啊 或者我去搞一些这样的事情 没毛病啊 但你说我想稍微的往前走 那么一点点啊 参与到一些相对比较敏感的行业里边去 就老老实实的去找保护伞就好了 所有的企业啊 甭管是国企民企任何企业 经的企查的其实不多啊 其实在这点上 国企有时候比民企还要稍微好一点 这账要稍微清晰一点 上市公司的账呢 也不是说这账就是真的 但至少呢 人家做过假了 很认真的做过假了 花了钱做过假了 还是可以稍微查一下的 一般小的民企那账是根本没法查的啊 最终的关键是什么 看看有没有人查 或者说查到哪一步 像上市公司 我做把这个假账做到这一步 是不是就可以了 以前是可以的啊 以后主要针对的还是那些中型的 想望大型发展的这些企业 就是跨了 驴跨龙门到这一步 别费劲了啊 通通都给我回去干嘛呢 去给我找个国企去挂靠去啊 你说你就想都石脚掉或者什么的啊 这个事其实就比较难了 所以从现在开始 大量的公司就要去注销啊 一定要去把它注销掉 这个减资啊 刚才我们讲了 没有那么容易 如果你说我这公司坐这儿 平时也没什么用啊 也没有什么不欠人钱 也没有什么交易 那这种呢就没必要减资了啊 这种就直接把它注销就完了啊 或者说我就是一个小的公司 我们几个人在这儿啊 接点小生意 挣一点个辛苦钱啊 你就赶快把它减资减下来 再想去接大的工程啊 接标啊 或者说接这个资质 就老老实实找国企捆绑 去做他们的一个 就给自己找个跌啊 这个事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那么在这儿呢 再稍微补充一点 如果我们想把一些专利商标啊 还有其他的一些东西 去作为注销资金使脚的 或者一开始要搞清楚 他属于谁啊 你别会我一个商标在这儿用了一次 在下一个地方再用啊 这个事儿 它是会有些问题的 这个用完了以后 你可能会被穿透 专利也是 有很多说专利是属于个人的 还是属于公司的 你说我弄了一堆公司发明 都是专利都搁这儿了 你说我想再拿这玩意去使脚 使脚不了了啊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段啊 公司法已经确立了啊 所有征求意见感受结束了啊 现在已经确认了 7月1号开始执行 该使脚使脚啊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